而南洋女中大学学策的表现 全校平均超越了全国军标 最高分为数理资优班的游子轩同学 达到71级分 未来志愿在台大商学院 朝自己的兴趣迈进 南洋女中今年大学学策的成绩 数理资优班以及语文资优班 9成以上的学生达到国文以及英文顶标 总级分都接近全国的顶标 全校平均超越了全国军标 成绩维持亮丽的水准 经验度因为自然跟数学 普遍程度大家都知道比较难一点 所以对学校的冲击事实上是比较大 不过像我们平常在教学的热忱 跟投入上也非常的多 那学生其实这一次的表现 虽然可能不是像我们想的那样的理想 但是我想我们日后在这个辅导的作为上 还有这个选田志愿 还是会尽最大努力来协助孩子 选择他们适当的一个志愿 那当然我们会鼓励我们所有的学生 如果说对目前的成绩不是太理想的话 也可以继续来充施这个指定科目的考试 在七月份的时候能够有另外一番的表现 其中数理只有班学生 由子轩成绩达到71级分为全校最高分 语文能力更是优异 他期望能够考上台大的商学院 朝财经方向来发展 国营应该就是还算满意 可是这一次就是数学考的比较没有那么好 对 然后平常就是练习一些题目啊 然后我有特就是去外面 就是在加强社会科的补习这样子 应该是会选择就是商学院吧 对那种国贸比较有兴趣 数理嘛 因为就是其实那时候 那时候我在犹豫到底是要 就是社会组还是自然组 对 然后后来是上了自然组之后 就发现其实就是 对理工比较没有那么大的热忱 另外同样是数理只有班的 江敏轩同学当年的基策 只考出了314分 而经过三年努力也拼出了64级分 期望能够上中央大学的大气科学系 辛勤的努力也收到成果 宜蘭新闻记者是世民采访报导 通知为論运 由钜推,车 车 好 好 好 您不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